Bobby Bobby 啊 Bobby Bobby 啊啊 你不要亂跳啦 欸 什麼Bobby 沒有Bobby啦 COWAS 暴力變暴幣了 是暴幣還是Bobby 這我不知道 輝達晶片大賺 台積也大賺 可是COWAS 到底是暴力還暴幣呢 除此以外 輝達財報這麼好 股價卻不漲 管達偉創 能保技嘉這一股票 AI股有玩完了嗎 COWAS 歡迎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萬年財富F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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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COWCOW 我是主持人哲哲郭忠 嘿 來看一下 欸 輝達財報這麼好 股價卻不漲 AI股 唉 玩完了嗎 BBQ了 你會唱嗎 完了 完了 BBQ了 你為什麼一定要變音啊 Bits的音啊 揮達晶片大賺 台積也大賺 COAS暴力變 暴幣 暴幣 褲幣 暴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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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我幹嘛 好吧 你好冷梗王喔 我發現 你這是要炫耀你的新衣服 這是新衣服啊 這是舊衣服 只是不敢穿 但是上禮拜三的節目 你說我穿白色好看 所以我今天特別穿白色 你為什麼不敢穿白色 因為怕白色會看不到我 看不到你喔 你講得像你皮膚很白一樣 好不好 好啦我們請 等一下陳彥老師也蠻白的 眼睛 眼睛 你看 其實我跟你講女生穿白色會透出一種美 對 而且我有時候 啊算了這個不好講 就不要講就不要講 怎麼這樣 就不要講 對對對 直接被剪掉 被剪掉被剪掉 剪掉機關來找他 剪掉機關來找他幫他剪掉 好不好 好來 我們請教三位來來 現在三位分析之前今天吃什麼 爆Q 炸雞 就是因為爆壁了喔 然後BBQ了 你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沒有啦 才爆好 才爆BBQ了 這個你說好吃 欸現在炸雞都不錯耶 這蠻炸的 都蠻Q的 我們已經越來越不會點到雷的了 嗯 你怎麼點啊 我用Uber點的 我現在怎麼找到了 哦 沒有就是 你怎麼吃的 嘴巴吃的 你怎麼吃的 嘴巴吃的 真好吃對不對 嗯 你好像演的一樣耶 這比上次的好吃耶 很好吃其實我不喜歡吃架的 可是今天韓情很差 這韓天韓情很差 心情不太好先吃 對 先吃一下米粉 很好吃 吃這個架很紓壓耶 紓壓是不是 對啊 對啊 接下來是來找那個 那個 鴨酥肉 鴨酥肉 酥 酥脆的鴨肉 好不好 請教三位 點在我們酥鴨的分心師 欸這真好吃耶 這好吃不錯 真的好吃 我看陳昕老師你準備吃了 不准先吃 好不好 好喝你的可樂 我準備要開可樂 欸有沒有可樂啊 這他給我一個 破冰的可樂好難可喔 吃 而且開可樂要抓到 喝可樂要配冰你知道嗎 我跟妳講一件事好不好 我跟妳講有一家 有一家餐廳這樣很有名 你知道嗎 想A Joey 我不知道有沒有講過 有啊 想A Joey居然沒有可樂 蛤 那我們要自備可樂去 自備可樂去 我跟妳說在地化 怎麼說在地化 又不是全部都在地蛇材 我們 對不起 氣死了 我們請教三位最在地化 最了解 也最了解外資的分析師 第一位 詹益成 益成分析師妳好 老師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今天不管行情怎麼樣 這個心情要保持愉快 所以還是要喝可樂 這個百事可樂嘛 對不對 百事都要可樂 百事可樂 老師妳沒有 喝可樂 喝可樂 我也要可樂 像妳一樣可烤 像妳一樣可樂 好不好 喝了之後是不是心情瓶下 對不對 對 所以那個四道堡很高級的餐廳 好像是 可能不屑放可樂 太便宜了 太便宜了 當然不是哈 我還跟他們嫌說 你們不能不放可口可樂 真的當然不行啦 好不好 想A Joey還很難定位 好不好 Eason老師可口可樂 看起來希望大家都可樂 來 外資超盤手 M168 168 然後這Eason老師 第二位 來來也是那個哲哲啦 好不好 第一次來的 第一次來喔 謝明哲分析師 老師好 你好你好 大家好 我是那個最懂炸雞的一個分析師 我以前我一直想說 我那個哪一天退休之後 我要開那個雞排攤 我連slogan我都想好了 叫什麼 買雞排送名牌 厲害吧 對不對 而且這個這個炸雞喔 雖然說我還沒有吃 但是我一看就覺得很厲害 為什麼你知道嗎 你看這雞腿這麼大 代表什麼 代表這個雞有做深蹲 對但是他沒有做重訓 所以翅膀比較小 但看起來應該是不錯吃啦 所以我是覺得說 今天行情不好 但大家其實不要說覺得說 那個心情很沮喪 吃一個讓自己開心的一個東西 我看這個東西 我看起來我就覺得 應該會讓我很開心 而且你看喔 同樣都是分析師 我比人家多一個大賣客 聽說他賣客你要跟大家講 那總算口袋賣客賣客 這要怎麼樣賣客賣客 這個我們在今天也會跟大家來做 老師要不要吃看看 吃一下嘛 你們喜歡吃炸雞 把他咬口下去 看你吃東西應該覺得很好吃 很療癒 對啊 陳老師你可以不准吃嗎 還沒開始你耶 好吃 真的喔 而且有雞耶 Juicy 很Juicy 好不好 好老師 憲民哲老師第一次 記得叫他一下 小老鼠 Money1899 小老鼠 Money1899 小老鼠 Money1899 或者你掃一下 這滿好吃的 第三位分析師 可以不要吃了嗎 謝承諺古怪教授 真古怪 可是上次有一次你說也很好吃 你滿好吃的 美末 不是 那一個裡面的肉比較好吃 可是如果包含皮的話 是這一家比較好吃 這一家皮好吃 他皮很香啊 他炸的有酥脆 外面有酥脆 然後肉的話是美末略贏 大概贏個兩分 可是整體來說這家不錯 對 獲勝 好不好 那你還不吃得很乾淨 可以 都有堅穀了 把骨頭都吃掉好不好 對啊 對啊 這時候要注意啊 有時候右手喔 你要正確的使用 那有時候 右手正確不只使用 那你要是什麼 你要是我們環色的 沒有啊 右手啊 尤其是你在玩這個雞腿啊 或是這種 棒棒的東西 要注意一下 好 所以說出來老師他的性向 你的性向 你會玩棒棒對不對 對啊 好好好 我慢慢舉起你的右手 熊賺威武 你還沒辦法接梗欸 好不好吃啊 你就不好吃 不好吃不要吃了 很juicy很juicy 對不是說不好吃嗎 這很麻煩你收回來 好不好 所以這一萬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福利色 來來來 三大保證 不推量小股 好不好 我們不會拉抬股價自己出貨 也不會配合主力出貨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你會看到我們股票不會很奇怪 不會怪怪的 不會怪怪的 更不會支付行銷 不會業配任何ETF 跟股票 可是我們最近有福利色粉絲留言 哎呀怎麼辦 有偽創管答 福利色不是有推薦嗎 我們等一下請老師來解釋一下 好不好 不過要注意風險啦 好不好 因為其實絕對不要融資 不要融資 當然我們居然是正統的節目 我們也不會說 我們不會故意出貨給你 可是也不可能 每一次每一檔股票都飆啦 好不好 這要注意一下風險 至少我們都盡量選量大的股票 然後基優股 好不好 這基優股的股票 譬如說 就像鴻海假設有一天推薦的 其實你放個五年 最誇張啦 其實說不定 還是比你的ETF好 績效很多啊 對不對 不同策略 好不好 不同的策略不同方式 這跟大家講 當然也不希望股票放那麼久 不然就失去看福利色的意義了 我們來看一下下個單元 來 財經大頭條 有請Eason老師 你好你好 我真的陷入天人交戰 又覺得那個很好吃 炸雞好吃欸 可是真的好吃齁 我覺得他的那個好吃在於他那個皮很薄啊 對皮很脆對不對 幾乎是一張紙的那種薄度 是啊 皮很脆 那個醃好像有醃進去 你也覺得好對不對 這皮很脆很薄 很薄 就是有些人是皮很脆 可能Eason老師這樣 有些人皮比較厚 對 像我臉皮比較厚 我沒有講你啊 但是我有醃進去 你有醃進去嗎 欸 他有被醃過 被醃過 被醃過對不對 好 中國台灣最後一個 小學三年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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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學三年級啊 四神湯啊 你忘了嗎 那個很不錯 可是那個大家只有 大家聽了 只有看過的人才知道 你的小學三年級的回憶 好不好 我們來講 找個皮比較嫩的 這個剛剛那個上一頁喔 很多股票 大家很在意 我們待會就跟大家講 一一解讀老師佛心來著啊 好不好 我們現在看一下回答財報 因為這個福利社 跟大家講了很久嘛 這個回答財報很重要 好 終於開講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大家在這個第二季的營收啊 達到110億美元 這個 欸 應該說原本預測110億嘛 公布出來135 計增百 百分之88 是這個 是超標 超標的一個超水準的演出啊 好 那接下來展望第三季了 第三季 目前揮答的這個財測 預告 出來 160億美元 好 所以就接下來說看一下 下一季啊 能不能再達成這樣一個高水準的表出 好 那另外一個 在這個股價上面 老師有辦法 下一季應該是有機會高水準的啊 啊為什麼高水準給你點這樣子 每股盤前這個占6% 然後 然後變0.1% 就變熟練 感覺像台灣股市代曬他們一樣 你不覺得嗎 對 在這個昨天公布完之後的這個每股股價 一度來到502美元啊 但是 這個盤中的這個漲幅是收斂的 收到幾乎是平盤 然後很多包含英特爾啦 還有這個AMD的股價 其實都大幅的拉回啊 好那我認為啊 這邊有一個原因啊 在於說 剛剛上面提到的數字啊 我們來看一下 原本這個市場預估的這個 應該說下一次啊 160億 這個美元的成績啊 其實就會讓這個所謂的 激增率的幅度啊 下降 就是說這一次 欸 激增88%嗎 但是下一次激增的這個幅度啊 在第三季就要降到18% 假設 達到這個揮打猜測的話 那這個一來一回啊 就會有一個 欸 這個投資人或者說法人的 這個成長率的 這個降速的一個預期 喔它的降速啊 對 可是老師會不會太顆啊 對這個有點太顆顆 這個不可能每天都翻倍啊 對對對不可能 因為現在的這個產能 也沒有辦法讓這個揮打的營收 能夠像那個指數型的成長嘛 對不對 所以現在產能有限的之下 我認為現在揮打 其實表現都已經很好了 算很好了啦 因為今年的產業啊 沒有看到一個 會有這種水準的一個數字 是啊 其他產業都在下滑 包括連iPhone 都有可能這個地元來做 這個發表 所以以目前來講的話 AI啊都還是目前 在今年來講 那個非常重要一個產業 重重之重啊 所以我認為目前啊 可能先消化一下 這邊高檔的獲利賣壓 對不對 這個在這個502美元 500元附近啊 其實有很多選擇權 是壓看漲的 那我認為籌碼也是過多 我們來看一下右邊的這個 熱度有多高喔 多熱度 哇特地幫我們找的 因為這個今年來講話 真的是出 除了這個AI題材之外啊 真的沒有什麼好搜尋 是我們看錯 中文版新聞 有光 揮答財報 17.8萬 然後是英文版新聞 你幫我查出來多少 八百六十一萬 八百 八百 對這個NVIDIA Earning Report 就是這三個關鍵字 打下去啊 八百六十一萬 難怪那麼熱嘛 華爾街名言說 行情總之在怎麼樣 歡欣鼓舞中落幕 總之在 謝老師告訴我們答案的 八百六十一萬筆 太寒了啦 過去一週而已 所以這個新聞熱度是很高 當然 就跟我們剛剛前面講的一樣 就是說 目前大家都是指望AI 來救全球的股市 包含美股也是一樣嘛 所以這個熱度當然很高啦 所以 等到說這個財報公布出來了 有時候就會有一些 這個過熱降溫的感覺啊 或是獲利賣壓啦 有些先走了 對會有獲利賣壓 有沒有賺錢都先走 沒有錯 所以目前我們剛剛來看一下 資金籌碼也是比較偏亂一點點 因為現在很多散戶都知道 回答是最大的這個受惠者 好我們剛剛講到了 這個押寶啊 回答看漲 五百美元以上的選擇權 就說買權啊 還有是吧 一萬九千多口 沒有平倉喔 所以昨天來到五百零二美元 就往下來做收斂 原因在什麼 資金的籌碼比較亂 很多人可能 看到這個 達到這個旅約駕雨上 就開始來做 這個停利也有可能 所以目前來講的話 這個資金籌碼 還要持續做觀察 目前是 比較亂的狀態啊 嗯 好老師等於說 是新聞熱度 高 然後也造成籌碼也很亂 造成這次利多出境的感覺嗎 對有一些利多出境 所以非戰之罪嘛 太多人來了 但是那 最後是不是還是要回到基本面 對 一定基本面 那你覺得基本面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你覺得 回答還要不就算新高 你感覺 我覺得 呃我們來看一下左邊 下面那個圖好了 好 那我們在這個上個禮拜我來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 計真這一次其實就是50% 就是個分垂領 嗯 其實只要是吧 50多%甚至60% 大概就已經達標了 這一次我認為他做太多了 他把營收做太多在這一季 欸這一季 我覺得他如果可以分一些啊 到下一季 把這兩個平衡一下 我覺得會比較好 對 那 老師不好意思我插話 那有些網友說 到底還沒得救 但是太好了嗎 沒錯吧 我覺得還有 對但是接下來其實大家市場上 包含可能我們第二 呃第二部分一個單元啊 都要探討說 接下來的產能夠不夠 這些AI晶片大量出貨 好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這很重要啊 好我們來看下去 好下一個 來 在這個今天的這個時間啊 是 晚上時間啊 會有這個聯準會的 欸這個 主席鮑爾會來 欸講那個演說 因為 上一次 去年的時候也在八月份 這個傑克森霍爾 傑克森霍爾 的這個全球央行年會啊 基本上都會 欸牽動一些熱錢的情緒啊 我們來看一下去年來講的話 去年來講的話 因為是個高通膨的情況啊 所以大家也是很關注 欸在上一次 演說發表之後 其實股價四大指數啊 每股四大指數是往下跌的 是往下跌的 我們下面有一張圖來看一下 欸去年啊 去年 2022年8月26號 欸鮑爾 演說之後 其實股價是往下 應該說四大指數是往下 我們這個拿這個標普500舉例 但是因為去年大家也知道嗎 這個行情確實 都是所謂比較這個 這個比較恐慌的 所以是往下修正的 那這一次來講的話 大家就期待啊 大家就期待說 這一次針對不管是 中國跟美國 這邊再次的不穩定 中國那邊有這個地產嘛 那美國這邊有這個金融機構 被下調信用平等 所以我認為在這個時間點啊 大家是很關注的 老師那這一次你覺得會 割派還是銀派還是都有 我覺得當然市場上期待 當然就是說 現在其他官員已經是相對銀派了 那這個主席出來的話 盡量 不要說 偏中哪一邊 我覺得是比較好 所以 英宗大哥我認為是一個 股市投資人想要看到的 好啦就土城旁邊那個英格 都有啦 老師你覺得都有好不好 那就看這一次有沒有割多一點 然後晚上10點 那個另轉勝 好不好 然後最好是也把這個債市的資金 這個趕到股市是最好的 把債市的資金趕到股市 所以大家講 最後老師今天講 晚上10點這個很重要 那除了老師這個以外 這個晚上10點 還有FED的傳聲頭 已經提早預告 FED未來的趨勢 Nick Timorous老師 他有說有三大的一個路徑 因為未來中產期的FED 對於通膨的看法 老師你可以解釋一下嗎 這個最懂FED的男人 所以他有講了說 這個目前其實有三種 路徑來做參考 第一個就是說通膨2% 盡快達標 盡快把通膨帶回到2% 甚至以下 那明年底前 建議繼續升息 一旦經濟疲軟 就把緩步 然後甚至降息 這一個的可能性 會造成說 經濟可能會衰退 因為如果再繼續升息到明年年底 那這邊的不管是 資金的這個緊張程度 那以及說這個資金是更緊縮的 那可能會加速 這個經濟衰退 這是第一個情況 第二個情況是說通膨 持續半晃 但是我們也不升息 持續維持在當前的水位就好了 那考慮明年底降息 那這個來講的話 也要花一點 要花多一點時間 因為 就沒有在進一步升息了 那通膨要慢慢下來 所以這個 這個傳生圖 要花三年 對他預估來講的話 可能要三年的時間 那接下來 但是聽起來這兩個選項應該 目前為止是第二個選項比較好一點 對 第二個選項比較好 第一個極速的那個 極速的一個墜落 經濟如果沒有軟著陸 沒有軟著陸 是硬著陸的話 不太好 對不是太好 所以第二個比較好 那我們看第三個選項 第三個的話是說 對 對 把過去的這個標準 2%做一個改變 因為過去聯準會 可能沒有預期說 通膨真的是這麼嚴重 對 他的2%是講在通膨真的起來的之前 對 那現在通膨 慢慢下來 但是離2%感覺就是有一些距離 對 如果聯準會能夠接受 3%為通膨新目標的話 那其實 這個達到目標的這個 就比較容易了吧 你未來比較容易 降息啊等等 那 鮑爾曾經表態 他說改變通膨目標啊 目前不是一個選項 啊 所以第三個算是最好 可是不會 不會 不會做這件事 對 目前看起來這第二個 對這個投資人當然就是希望說 這個把通膨目標往下降 大家比較容易達到 但是啊這個我認為是一個選項 至少目前啊 這個是情況之一嘛 雖然他的機率比較低 但是 我認為他 在未來啊 如果有一些新的經濟數據出來 如果能夠支持的話 這個聯準會搞不好也會考慮啊 嗯 搞不好也會考慮啊 所以謝老師告訴我們這些 重量的一個選項 至少 Nick Timurus 告訴你最 最後一件未來的發展 謝老師告訴我們 Nick Timurus Fed傳承筒 未來告訴你 這個Fed對通膨的一個現象 看起來應該是 可能是要 最好是希望說 慢慢的降通膨 花三年的時間 至少股市 人軟著入 而不是硬著入 經濟也是一樣 我們來看下一個 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來 台股跌了289點 來往我們咧 漲上去以後又抵下去 要怎麼辦 昨天漲了這個將近200點 但是今天也回吐了 而且還回吐更多啦 那今天的量能啊 沒有昨天多 3200多億 不過在這個外資的動作啊 其實是比較劇烈的 那所以目前來講的話 你會發現 欸外資今天 賣超 337億元 那自營商也是賣超 85.6億啊 那以自營商來講的話 其實他背後都是 很多的這個避險操作 因為代表很多散戶是來乘坐啊 比較看空啊 甚至放空的一個 比如說這個齊權啊 一個權政啊等等 所以自營商代表 背後是散戶的行為啊 所以我認為在自營商 以及外資 都是比較偏空操作 都是比較偏空操作 所以壓力比較大 可是今天賣337億 會不會太誇張啊 真的是 還蠻多的啦 對還蠻多的 因為今天來講的話 其實金融股是沒有 往下跌啦 那所以外資的賣超啊 基本上我認為 現在數據還沒出來 但是可能都在這個 所謂的電子股 AI股上面 老師你不覺得 今年的外資 都是瘋口爛嗎 瘋狗 下尾 要買就一直買 外資今年的方向很難抓 很難抓 因為他的這個 很多因素啊 他要考慮一下 這個中國地產風暴會爆 然後呢 美國這邊的資金 那台股體質一定是不錯的 所以 外資也是面臨兩難啊 到底要不要賣 到底要不要把資金提在這邊 好像美元指數嗎 好像美元指數 然後跟台幣又脫鉤 台幣又貶得特別兇 感覺明哲老師感覺有看著我們 你老師你想補述一下 這最近外資的做法 為什麼 比萬年來講 更難拿捏 就去年那是一路賣嘛 這幾年賣 賣了好幾千以上 老師為什麼 來我們來看一下 當然其實有這個正統的外資 的確台幣貶持 他就是會持續站在賣超的一個方向 但我覺得另外一個關鍵是什麼 另外一個關鍵是 現在有很多黑頭髮黃皮膚的外資 他就躲在外資裡面 事實上 大家去看其實你會發現現在 比如說一些這種 非常著名的這種所謂隔日充的券商 或者是當充的一個券商 他其實也是透過外資在做下單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說這些外資 你說真的是全部都外資嗎 我覺得其實有很大部分 其實是國內的這種所謂的主力大戶 那他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 當充隔日充 事實上你就會看到那個金額其實非常大 但充掉之後 其實我覺得接下來 他們就是尋找新的一個標的 所以你說單純看337億會覺得很恐慌 但是我覺得如果把這個因素考量進去的話 外資今天實質的外資 今天對於台北股市的賣超 應該沒有來得這麼重 好 希望如此 是因為 我也怕 可是本土會賣到300億嗎 應該說可能減個幾十億300億 這個我也不得而知 可是至少外資其實很難拿捏 每個人想法看法 都有道理 我希望重點是 趕快股價回來 然後讓那些外資後悔好不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 來 其實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我今天的空單也是增加 對 增加到11836口 那今天來講是直接增加1萬多口 對 所以我們過去 我自己有分享過 就是說1萬口以內 大概是中性 1萬口以上 大概就是中性偏空或多 但目前來講話 就是中性偏空 老師這個應該是近幾年來 應該近 是近幾年 之前有來到1萬1千多口 差不多 對 這一次有來到一次 1萬2千口才是近幾年 近幾年來的 我已經說沒錯了吧 所以1萬1千口還沒有破 還沒有破進幾紀錄 可是雖不中意不願意 對 但是還是要再觀察一下 我印象中好像沒有一天增加那麼多口數 對 來到1萬口的這個變化是比較大的 沒有一天1萬口空單這麼多 這蠻誇張的 不知道外資是擔心這個 揮打或者AI股 還是擔心 包爾的演講 這蠻特別的 因為很少 你說高檔的時候開始佈局 你就這邊開始一下子賣這麼多現貨 期貨也賣那麼多 那新台幣其實 通常是新台幣一開始可能還沒有 要由升轉扁的時候 因為扁那麼多的時候做這些現象 蠻特別的 希望只是一日行情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台幣也是一樣 台幣近期來講是不是轉升啊 對啊 其實走升啊今天也沒到大幅度的一個 32元這個大關就是有大人在守著 目前是沒有跌破 肩外資的期限貨看起來很特別 好不好 我們持續觀察它 我們來看一下老師 AI股的部分 重點是AI股要不要買啦 這個很多人在問啦 AI股拉回 到底可不可以再進場 是啊 老師你今天有分兩個喔 謝謝你喔 我們來看一下 操作新訪先給大家結論 基本面選股 基本上你都要找這個AI 是真正能夠溢注到EPS 溢注到營收的 那資金面我建議你要分批 就是說你假設是空手的話 你至少要分成兩等份 那三等份也OK 技術面來做進出 因為基本面其實大家都知道了 你看回答基本面面也很好啊 但是真正的進出我認為以技術面來講話會比較穩健啦 好第一個空手者 假設你其實有資金 趁著這個拉回的時候 你想要去參與的話 我認為這邊有很多股票 是從強勢 然後呢 拉回到月線 你月線先不要all in 先買一半就好 買完一半 你在觀察說 AI股能不能續牆 假設沒有 他是往下拉回的 拉回到月季線之間 靠近季線 靠近季線部分 我認為再買另外一半再買起來 好 老師我重複一下 您說的 空手的人 月線 碰到月線買一半 對 這碰到季線買一半 對 老師那如果 現在很多人是套牢怎麼辦 老師 好 右邊我們來看一下 當然套牢的情況太多了 因為 這邊你要按照你自己的成本 你的成本是買在哪邊 這個 跟套牢的情況就會差很多了 所以第一個 你的成本 你的這個停損%數啊 不管你是20% 15% 20% 你要去看一下到底有沒有滿足 如果有滿足的話 我建議你還是按照你當初設定的 來做這個停損 有些人說月季線來停損 你先用%的趴數來停水 趴數到了 譬如說20%到了 該砍就砍 還是先走 那更別提說你用融資的 那就比較可怕了 你就會 以這個倍數往上走 好 第二個 參考均線啊 假設你是參考均線的 好 那我們跌破月線啊 你可以先減碼一半 對 比較這個壓力減輕一點 然後呢 如果再跌破 我們現在先講最壞的情況 假設 這個月線沒有站回到 然後呢 又跌破季線的話 那可能就要全出了 假設你是用 均線來做參考的話 好 就要全出了 對 第二個情況是什麼 跌破月線減碼一半 那他未來如果能夠 成功站回月線 你再把另外一半買齊 後面就 有機會突破壓力線 甚至創新高 也不用怕追高 或者是買低 反正至少我們先出一半 站上去再買 把壓力降低 好 那我懂 月線季線就在設兩個關卡的感覺 是的 有的人 就先減碼 再減碼全部 這季線就要出了全出了 老師那一開始 買了以後 在月季線之間 在這邊 然後如果跌破季線呢 就全全出了 出一半 也是出一半 那季線 那什麼時候要停損 如果月季線之間 就看第一個了 對 就說你的這個均價 那你剛才一開始設定的這個趴數 有沒有到 有到的話還是全出 所以你跌破這個 如果是一開始月季線買 沒有關係 就算季線還是出一半 先不用全出 對 因為另外一半的話 你一定要設個停損停利點 好不好 就是一個價位 如果真的沒有 老師那我全出也可以 是不是 對的 也可以 好不好 老師有講到一件事 很重要的事情 Coco 來 老師但是有很多人 就是看到匯達財報很好 隔天就進場買股票 現在已經造成一個下跌的缺口 可是又很捨不得賣一半 這樣怎麼辦 嗯 你的問題 老師剛才已經解答了 蛤 蛤 蛤 對 我們現在來看股票應該比較快 你應該開始來問吧 你如果比較拜託 那我們來看一下偽創 對我們直接來看股票 你直接問問題說老師 那偽創怎麼解讀 我們快速帶過無檔股票 好不好 對我們快速帶過 所以第一個上面是月線 下面是季線嘛 對 以偽創來講就是已經跌破 月線了 所以在昨天就已經跌破了 基本上你就要先出一半 對 你就說先減碼的意思 這邊 欸面臨季線 假設你昨天沒有出人 那可能 未來如果真的跌破到季線 你可能就要先出一半 嗯 因為它已經 基本上跌破季線 就幾乎快 快要是 跌破這個 7月份以來的低點了 嗯嗯 這個是偽創 嗯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跌破這邊再跌破就要走了 全出了 你昨天沒走的話 未來跌破季線 就要先走一半 因為至少走一半 至少要走一半 或者考慮全出嘛 降低你的這個壓力跟緊張 老師就我們講的 也不喜歡也要考慮全出 也可以 也可以是不是 那你再重新找標的 或者說等偽創 比較穩一點回來 再買回也OK 好因為有些人是在這邊買的 這邊買的話可能已經出一半了 然後這邊再出一半 好不好 這是偽創來看一下 好那2382的廣達其實是相對比較強 他還在這個月線附近 對 今天剛好在244嘛 剛好就是月線 那以月線來講的話 我們剛剛有講過嘛 月線這邊你可以考慮 先出一半 月線是244元喔 對 你有可能是停曆 那你有可能是說 這個食品出廠 或者小停損 我認為都可以接受 所以目前月線 這邊來講 你可以先出一半 那假設是空手者 我們剛剛前面講的情況 你空手要介入 月線你剛好先進場一半 那等到 萬有再跌破的話 那月系線之間 在進場另外一半 這樣子 你的均價 會比較安全 對 好 會比較安全 好不好 這是廣達的部分 好不好 那3017起雄散熱了 你會發現說股價還是相對強喔 還在月線上面 所以昨天先創歷史新高 今天拉回 那空手者 我認為就是在月線附近 你可以先進場一半 就跟剛剛的廣達是類似的 這邊先 這邊就可以買了對不對 對 空手的 空手的 所以空手有的更沒有差很多 空手這邊買 可是這邊 如果不是空手的 已經有的人 不是空手的話我認為 你應該也都是賺錢的 所以在月線附近 月線附近的部分 你可以先考慮先停利 應該有些人有賠錢啦 因為有很多的粉絲喔 是正硬看節目的 可是沒有關係 因為應該這樣講啦 會 就會 像我們留言就有些人會抱怨 然後其實有些人會抱怨的是 大部分他成本都很高 所以有福利社 我們其實很少就講AI股 投資朋友也可以 都保持看一下我們的節目好不好 因為有些股票 老師都介紹到很低檔很低檔 下一檔就是啊 3443嘛 對對對 這個創意啊 這個我們是講在這個起張點 對我們是講在這個 多一千塊喔 1285 對 這邊近期有來到 對這邊講過一次啊 400多塊也講過一次 對對對 以這一檔來講的話 我認為這邊啊 因為他的月季線的位置是不一樣的 他月線是比較低啊 所以 他月線比較 月線比季線低喔 對對對 假設你是空手的話 其實這邊就是適合進場的 就是說假設 你之前這邊沒有買的話 你月線可以先嘗試進場 這邊反而進場喔 對反而可以進場 因為他剛好拉回嘛 但是他先跌 他其實已經先跌了嘛 所以基本上月線的話 你可以這個嘗試空手的進場 那假設你是已經 之前有逢低先抄底的話 那這邊可以先停立一半 所以這檔的話 來講的話我認為 他跟我們剛剛前面那三檔不一樣 因為他是先跌的 嗯 這邊是鼓勵回升 對不對 跟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先創高再拉回那種 情況是不一樣的 喔先創高拉回情況是不一樣的 好所以 謝老師告訴我們這邊趨勢趨向 好老師你好 最後一檔 好像是這個網友提問啦 對那以微影的部分啊 我覺得他跟偽創有點像 就在這個 他是相關的伺服器上面 是比較弱勢的 所以他也是跌破月線 跌破月線 那以跌破月線來講的話 在今天啊 所以跌破月線的話 基本上你手上有的 那可能要先 停損或停立一半 那等到 欸季線有守住 或者說有漲回來 你再把另外一半 埋起來也是OK 那最差最差的情況就是 跌破季線 也跌破前滴啊 那可能就要停損了 好跌破季線 跌破前滴就要停損 最後就是季線這邊 你就不走沒關係 你再跟一下 等到這邊一定要走 好不好 好 謝謝老師 沒問題嗎 我突然想到網友的問題了 他是賣掉00878 然後去買微影 那你覺得 他如果把這個賣掉之後 他還要再買回878嗎 他是想要買回來嗎 他有說嗎 他沒有說 但是他是賣掉 我猜測他想買回來 這位粉絲很有信心喔 賣ETF 賣這個波動比較大的 其實ETF是ETF 股票是股票 這兩個 其實不同選項欸 而且我覺得建議你要賣沒關係 你不能全賣啦 像麵包全賣麵包 你覺得好咬嗎 不好咬啦 好不好 所以不要賣全麵 我就屬性不同 那當你賣掉那些差大事 你就要知道 他其實波動是很大的 好不好 你要瞭解股票的一個實性 那不然你一定會有失望性的一個 的一個感覺 那我覺得他買了這兩個檔 其實都還有機會 就按照我們剛剛的教學 你可以再看下個禮拜的走勢 ETF是ETF的好 比較保守 比較穩健 那股票股票的好啊 比較刺激 有時候獲利也比較豐 比較豐盛 比較誇大 比較誇大 比較大幅度的一個獲利 製作人一直在咬 你會影響我講話 沒有啦 比較 股票會比較大幅度的一個獲利 比較大幅度的一個價差 有好有壞啦 看你要哪種選項 好不好 謝謝老師 好謝謝 謝謝Eason老師 有沒有需要東西 Eason老師今天國興來的 送五檔股票給大家 吃飯網友有解決問題 管達偽創齊紅創意 微贏 怎麼辦 這一股票怎麼辦 好不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下一個單元 來 任門我最貼 瑞玉跟朔天 老師您好 這個2379的瑞玉其實近期啊 這個非常是青睞在這個投信法人啊 我們下面來看一下投信啊 會很誇張喔 因為他過去啊 34天啊 投信竟然站在買方33天 所以這個投信看好這個相關的網通IC來講的話 我認為瑞玉在這一波反而是相對比較抗跌 而且在逆勢在走高啊 包含今天台股大跌這個將近快300點了 所以這個瑞玉的走勢上面 我認為搞不好下週啊 這個投信都還是會繼續買的 所以股價是有機會來挑戰啊 前高附近的位置啊 請大家可以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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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有機會 所以其實走勢不錯耶 走勢還蠻好的 我們來看看下一檔股票 還是我們做機油股齁 股價就這樣子 太樂觀的時候 你真的要悲觀一點 悲觀的時候你要樂觀一點 好不好 現在感覺很多人悲觀了 悲觀的話樂觀一點 好不好 第二檔是這個3617的碩天啊 碩天它是做這個所謂的不斷電系統 好下面我們來看一下大戶 而且是這個400張的大戶啊 你會發現它實際是 我們來把它拉遠一點點 它是在穩健的做增加 那剛好這個股價也是在高檔來做整理 尤其在這個月季線附近啊 那它也是有基本面的 它今年上半年來講的話 就賺了8塊多了 但是它去年一整年賺14塊 所以有這個超前進度啊 所以我認為目前有大幅在青睞 而且又有基本面的 下禮拜是可以留意的 好下禮拜可以留意的 來 碩天 碩什麼 碩天沒錯 沒看錯 像一個人民啊 像誰 像一個人民 感覺像你某個喜歡男生的人生對不對 沒 Нет 小天啊 什麼卵今天啊 是不是 你喜歡那種壞壞的男生 我喜歡壞壞的那種 每天問他 Tell me why 為什麼你對我這麼壞 壞壞壞 沒事 都可以吵一種 很有梗欸 正文感覺就是老實派的 正文 我們看一下最老實的 好 謝明哲老師 老師看起來該夠老實吧 夠啊 來 對 講到正文事實上 如果是年紀稍長的投資朋友 應該會想到一個 以前的那個八點檔的連續劇 叫那個臺灣霹靂火 我會 我有看 以前有一個公司叫做鄭文 他出這個叫Slimbody 但是這一家鄭文他不是做 哽不行啦 太老了嗎 不是 我聽不懂 你年紀不懂嘛 你太年輕了 我年紀比較大 所以大家可能 這個年輕人 你跟陳彥可能同一同level Slimbody Slimbody 謝忠才 我們就是都要國台語交叉 我會畢輸 你畢丟啦 畢丟啦 講台語不會勝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他最主要其實做的是網通 那當然那個有美國的這個 寬屏的一個基礎建設 事實上對於網通類股來講 本來就是一個利多 另外對鄭文來講 有一個比較特殊的利基點 就是他開始做那個 風力發電的小型風扇 我想這個應該是很多人不知道的 因為大家就習慣說 他是一個網通類股 但小型的這個風力發電的電扇 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說 現在市場都在發展 所謂的一個綠能的經濟 所以他有新的一個產品 當然其實就會帶給公司 一些新的一個成長的一個動能 再加上說他又是那個 北極性藥業的那個大股東 所以你看他同時有網通 有這個所謂綠能 然後同時也有生技 這樣的一個題材 所以你會發現 這一波行情回檔 其實對股價沒有影響 今天股價其實還創下 整個波段以來的一個新高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創新高代表什麼 代表他沒有太多的一個套牢賣壓 所以後續的一個行情 只要直穩的話 我認為這樣的一個個股 都還有持續攻擊的條件 那另外的一檔個股 我們可以來看 2388的一個威盛 威盛機很強耶 老師 對 很威耶 對 就很威嘛 對 為什麼會講這一檔個股呢 因為他其實也算是AI股 那你可以發現他的AI的走勢 之前算是比較BI 但再之前又是一個 很AI的一個走勢 為什麼 因為他最主要的市場 其實包括除了美國之外 另外他其實還有中國的一個市場 那大家也都知道 那個美國跟中國動不動 就一下這個不能出 那個不能出 我這個技術不給你 那你大家去想一個問題 如果說中國他要發展AI 但是他又沒有拿到美國的技術 那怎麼辦 事實上當然就可以跟我們台灣的 威盛來做一個合作的一個狀態 所以今天的一個股價 他其實在大盤大跌的狀況之下 應該這樣子講 大家其實想一個問題 大盤跌 今天跌都是合理的 但為什麼他的股價 可以逆勢去做走牙 而且今天是突破月線 而且是呈現代量 基本上以他的6奈米的一個產品 目前大概在第四季 就能夠正式去做一個出貨 所以你看 即便主要的一個產品 在第四季做出貨 事實上他在整個6月份 7月份的營收 其實繳出來的數字都非常漂亮 所以我認為 隨著營收的一個成長 第四季應該會有一個 還不錯的一個表現 好這種感覺 AI加IC設計 尤其是一些細製材 小晶片是相關的感覺 好像是下禮拜的 下禮拜主流之一啦 希望能持續的發威好不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 謝承諺 古怪教授 趙賀 老師你走好了啦 其實講這檔股票 其實是比較尷尬 為什麼 因為有同學就問說 老師最近有什麼股票可以買 我說走好了 他就把股票給清光了 搞什麼鬼啊 老師 你為什麼要用我的梗 你什麼時候用過這個 我跟你說你走好了啊 沒有啊 我是 我是完整的梗 對不對 我也完整梗啊 叫你走幹嘛 那如果大家其實 我講股票天時地利人和 因為現在美國在推基礎建設 包括低軌衛星這一整塊網通的 產業的一個發展其實是很明確的 那你從產業的角度來看 這麼明確的情況下 我們從技術面這樣看一下就好了 你看今天其實盤中 他殺下來大家會有點擔心 我覺得受到大盤的影響 可是你看他很快的就 就站上去了 更重要的事情是回到這幾天的一個架構 架量的一個結構來看的時候 短線爆大量 請問一下他爆大量是在低檔還高檔 如果他爆大量的位置是在 盤整過後剛開始的地方 我跟各位講 後面 可以有很大的作為 可是老師 老師他這邊又爆更高 你看還是很奇怪 這邊已經有點高檔了 有些如果大或獨立他覺得 沒關係 大呼嗚的愛吃的 賺20%了 真的不用擔心 我覺得這不用擔心 真的不用擔心 老師那你不怕這種股票 像利特一樣嗎 感覺比較有一些色彩在 其實多多少少 但是你 我覺得 我覺得很簡單 就是說我們 做一個很簡單的測試就好了 這幾天 我不要急著去追價 我這一天我就看 兩天前那個缺口 今天 昨天兩天前那個缺口 如果他在靠近這個缺口的地方 只要有買盤願意進來 實際上 再往上走的機會 所以你說寧願不要追高 寧願回到缺口再買 對 就在這邊等一下 等一下這樣 好謝謝老師 其實我們都很負責任 因為老師也直接講嘛 這看起來是有些 大戶在裡面 一定有的 主力在裡面 除非說你是那種 正統的外資股 或投信股 要不然大部分的股票 多多少少都有一些 一些色彩性 那沒關係 至少我們告訴大家風險 不會到時候跟你講這些東西 都講得很 很帥氣啦 很sucky啦 sucky嗎 sucky 這邊聽久了 sucky 是很帥氣的 要跟你講 所以陳彥老師這樣 你看很老實的跟我們講 獲利的點在哪邊 風險的 風險的點在哪邊 謝謝老師 來來 好 再來 陳老師變得 陳老師講話就是很老實 跟他外表看起來不太一樣 我們看一下 反差 反差萌 人家叫你 外表不要這樣 要老實一點 所以你們都姓謝 對啊 你應該誤會了吧 你應該是紫插吧 你剛剛講謝老師 謝老師 我不是比較老實 我是比較帥 對 你跟陳彥老師都是一樣 都很幽默 那陳彥老師你也是覺得比較帥嗎 這個帥這個我們不用強調 一直都是這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雲品這個股票 為什麼突然之間 相關的股票 其實不只雲品 幾乎觀光股 在今天都突然之間大漲 最主要當然 跟這個陸委會宣布 開放9月1號 陸客來台 這件事情 但這裡 當然這個對台灣的旅遊 或餐飲 可能會帶來一些 刺激的效果 那我們先把線圖 你可能換周線圖 我們可以看 看到時間 長一點 長一點 你就會發現說 實際上 整個 這個 餐飲觀光股 這一波的一個 大漲過後 這一波是持續在修正當中 那 今年的暑假的 營運的業績也會不錯 可是營運的高峰就在這 那你現在在這邊如果你漲上來 接下來的業績是不是能夠回升 我覺得是一個問號 那我個人對陸客來台這件事情 因為他每天開放2000名 而且他必須是 第三地 的 這個陸籍人士 他並不是直接開放 就是對岸的陸籍人士過來 所以 這個部分我還是 稍微保留 一點點 這個 遲一點保留 第三地 第三地的 陸籍人士 不是 不是對岸的陸籍人士 這個還是有 一點點 差別 我不知道 是第三地的陸籍人士 還是陸客人要經過第三地才來台 不是 就是你是陸籍人士 但是 你是 你不是 你不是中國人 你不是住中國的 不知道都懂我的意思嗎 我懂 要是在講明就聽得懂 你看前面人家聽不懂 OK 那這樣子不就也是不歡迎對岸的人來嗎 對對對 就是說我 我歡迎你 四出三億 陸籍人士來台 但是你 可能是美國的陸籍人士 你可能是澳洲的 或是哪裡 當然你說你透過 你到第三地再進來 這個方 這個也許也是一個方法 但是我要強調就是說 這個能夠帶來多大的效應 我覺得有待 有待觀察 所以這個感覺也是 一個短線順著議題 大家突然 沒有股票可以做 然後做一下拉一下 好不好 謝老師告訴我們這些 這些未來的這個方向性 我們來看下個階段 股市甜甜圈 膠點股幫你圈 謝民森老師 來來來來 謝民森老師 你過來過來 過來一下 你跟謝民森老師 第一次看到謝民森老師 你有沒有覺得 還喜歡嗎 還不錯 還不錯 好好好 沒事了 沒事了 就這樣 就這樣 就這樣可以嗎 就這樣子 對 不能夠先換個電話 你說我今天怎樣 我說今天有Eason在 小聲一點 Eason Eason Eason從來沒有在 你在緊張什麼 他心裡想說 趕快趕快 Eason 我趕快回到他旁邊啦 回到旁邊啦 趕快啦 特別讓 怕Eason生氣了啦 嘿 歡迎新同學 不錯 你這個動作不錯 他把他畫面給他截一下 畫面還不錯喔 要跟你拿 藍財女帽 藍財女帽 那個他是那個 財狼女帽 對 你知道我還講 財狼女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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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狼要虎豹人家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是輝達晶片大賺 台積電也大賺 COWAS暴力卻暴斃 你今天是要講這個嗎 沒有錯 所以我要跟大家 真的要暴斃了 我覺得是不會暴斃啦 就是應該最近最熱門的10個 我覺得應該叫假摔啦 假摔 假摔 綜藝摔 綜藝摔摔一下而已 他應該不是真的跌倒 陳彥老師就是作為綜藝摔 陳彥老師你會綜藝摔嗎 綜藝摔是怎麼摔 綜藝摔就是 綜藝效果這樣 你不會 你會啦 你會綜藝跳啊 我 他掉出來 我是財經界最不綜藝的一個 講這句話多綜藝啊 冷場啦 冷場 冷場 不錯你今天來第一天就知道 路盡誰數了 知道誰也老師了 有做功課 在看影片 同中的好不好 同中的姓謝的 沒錯 你們兩個以後就取一個 就是一個團體啊 謝謝組合 謝天謝地 謝謝你 謝謝你 謝陳彥 謝明哲 好不好 真的 三鞠躬 三鞠躬 是不是 謝謝你 謝謝你 我們來看一下 好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就是說 基本上 這一次的那個 輝達的晶片 當然大家都知道說 是非常的賺錢 但事實上對於台積電來講 也非常的賺錢 怎麼講 我們先來看一下 就是說 輝達 今年至少要賣 50萬個 H100的一個晶片 那根據外媒的一個報導 目前 每個 輝達的 H180 GIGABYT 的GPU晶片 美國的零售價 是3萬美元 哲哲你知道它的成本是多少嗎 成本多少 成本 3320塊 有人說 毛利亞 1000% 對 我賣一顆 賺10顆 所以過去 那個台灣 1000% 台灣有一句旅語叫做 第一 賣兵 第二 做醫生 什麼意思 就是如果你要賺錢的話 第一個你要賣兵 第二個你要做醫生 但你今天看到這個東西之後 你就知道說 以後的第一個要改寫 第一個要改成 賣GPU 賣GPU 因為你賣一顆可以賺10顆 所以這個部分當然 今年的一個已經是那麼 爆賺的一個狀況 根據英國金融時報的一個報導 輝達 明年會提高 H100的晶片產量到兩倍 所以出貨量會達到150萬 150萬到200萬顆的一個水準 所以禮拜三的時候就跟大家預告 所以營收會翻兩倍 因為你算一下就等於是 大概每一次都差不多 至少關係H100的晶片 就要貢獻 150億美金 沒有錯 所以這個部分你就知道說 這個是一個 大幅度 營收大幅度 爆充的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但是你說 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我們也不是投資美股 所以對於台灣來講 到底誰賺的最多 我們剛剛談到就是說 如果一顆成本是 3320塊的話 基本上 台灣有一家公司 大概可以拿走 大概其中的三分之一 那其中就是 這個最主要就是 台積電 反而談到 如果輝達美賣 一顆的 H100的一個晶片 台積電 預估可以賺到 900 將近900美元 這樣子的一個金額 那為什麼可以賺到900美元 這個其實是有 它的一個數字 可以來做估算的 首先我們要知道 H100 它最主要是用這個 台積電5奈米的一個製程 那5奈米的一個製程 基本上 一片的一個晶圓片 它不是只做一顆 H100 就是一片的這個晶圓片 Sheraton的晶圓片 透過5奈米的製程 它可以做出 86顆的 H100的一個晶片 那這個如果說以這個價格來做 來做報價的話 是 1.34萬美元 那1.34萬美元 如果是獲利還是報價 獲利 獲利是1.34萬美元 對 也是賺 對 對那因為你是86顆嘛 所以你如果去稍微除一下的話 每一顆H100的晶片 它獲利大概是 155美元 好 那155美元 你會說 那怎麼好像跟900好像還有一段差距 好 那另外的一個關鍵在哪裡 另外的一個關鍵在於 COAS 所以如果你 疊加COAS的一個 封裝 獲利的話 每一顆的COAS 可以賺 722.85美元 老師那我當然一定要加COAS啊 對啊 就像我跟妳講啊 我漢堡要賺什麼錢 賣水 賣飲料 每天奏醫生嘛 對啊 賣水最賺錢 早餐店 我跟你講 你除了不得加蛋 你不加飲料 老闆娘就臉很臭給你看 沒有錯 那是賺飲料錢而已啦 好不好 所以一定就賺COAS的錢嘛 所以 你看現在加一顆蛋還有加15塊 不公平其妙 所以你看喔 這兩個加起來 其實就大概 將近877元 陳諺老師 你那都不會加 得加蛋 因為他怕他變吃漢 得加蛋啦 對啊 你不要在這裡 老闆娘 老闆娘就怕到了 所以 不用加蛋 你不用 不要在這裡 你先回去 等一下才會拿 好不好 欸怎麼辦 不是我 好難接 我不知道 今天你拋的這些梗 我都接不起來 對今天很難接 我覺得你最近的 不是我覺得最近 是你下滑了 是你下滑 難了 難了 這種 沒有 沒有顏色性的梗 我真的接不起來 你看他要顏色 沒有 陳諺大哥現在就是那個 漁港 顏色 南寮漁港 字不要打錯 字不要打錯 南寮漁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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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你們姓謝的 謝天謝天組合 我跟你講 你如果講什麼比較重要的新聞 什麼11天內射4次這種 11天內射4次這種 我就比較知道怎麼回應 你懂嗎 我不想回應他 南寮漁港 南寮漁港 南寮 他喜歡只能接黃 你知道嗎 他先第一個先看我還的 還是白的 還的就接 就是 我跟你講我的腦袋是這樣 你丟了一個梗過來以後 你完全沒有顏色 我其實我的腦袋完全收不到那個 對對對 你有顏色進來我會開始分類 這是輕度的還是重度的 我才知道我要怎麼回應 你的回應只有重度的 對啊 好 看一下 美女 老師也有人指出台積電他要攜手 日月光 然後來增加 COAS的產能 那老師您覺得日月光有沒有機會 可以有一波漲勢 當然有機會 他現在是現在進行式 如果說你從股價的角度來看 過去這段時間當中 大家的股價都沒有什麼太大的 都反正沒有回跌就不錯了 但是你看他的一個股價反而在這一段時間 在這個禮拜 他是創下新高 為什麼 因為COAS的產能真的很緊缺 好但是接下來 我想隨著 兩大 就是這種強強聯手的一個狀況之下 我覺得產能陸續開出來 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你單純就這個所謂 揮達這件事情 這個H100的一個晶片 他到底能夠對台積電帶來多少的一個挹注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就是說 如果說以這個 2023年的一個狀況來看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揮達預估是出貨50萬顆 那我們剛剛講了 就是 如果一顆是大概可以 大概900美元 900美元的狀況之下 他對於台電營收的貢獻大概是4.5億美元 大概是 所以營收不是獲利 是營收 對營收 那144億台幣 那到了2024年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 揮達產能會擴充到 150到200萬顆 那如果說從這個角度來做計算的話 大概就可以貢獻 13.5到18億美元 大概 500多億台幣 500多億台幣 台積電一年的營收多少 去年是2.2兆 2.2兆 對 所以可以貢獻大概 2.5% 聽起來很少對不對 但這個都是新增加的 而且別人也要做啊 對啊 所以 我覺得這個部分 其實對於台積電 為什麼大家都會 預估說 台積電明年可以賺到37 38塊 對其實最主要就是 揮達的一個東西 這邊是高毛利的啊 沒有錯 雖然只有2.5% 可是是高毛利的啊 沒有錯 好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老師的 數字能力非常好 告訴我們這些重點是 老師那什麼呢 什麼是COAS 所以 我們還是要談一下 什麼東西叫COAS 那COAS是一個先進封裝的一個技術 他最主要是要延續 摩爾定律的重要手段 所謂的摩爾定律就是 每隔18個月 在那個所謂的機體電路上面的電晶體的數量 就會增加一倍 那 對當然 那個無論如何都還是有極限 然後你那個 那個奈米數越來越少 但 無論如何你那個晶片的範圍是有限的 因此 基本上吉邦科其實談到說 深層式的一個AI應用 爆發的一個成長 會帶動先進封裝成長30%到40% 在明年的一個成長 老師 那COAS什麼 聽說你今天準備了 大麥克 麥克 準備了一個大麥克 大家看圖感覺好像看不懂 麥克直接拿出來了 我要先咬一口嗎 先咬一口也可以啊 來來來來 我覺得這個 我ID是給你畫面這麼大耶 這個我會攻殺 這個很大耶 啊啊啊啊 好 馬欣你講一下 大麥克什麼 你講一下 什麼叫COAS 不是什麼叫大麥克 簡單講 那個我幫你拿 我幫你拿 你看喔 屑屑掉就算了 你看喔 這個不是一個 圓形的麵包嗎 是 那原本能夠放在上面的東西 就有限 如果我們先不考慮往上跌的 是 那 所以 我們剛剛講 會噎到 會噎到 要喝可樂嗎 我好不容易減肥 減那麼多 有來這個節目 節目都過功了 之前跟我講 他超慢跑成功 減了10公斤 沒有 我今年瘦20 22公斤 22公斤 分析師對數字是非常精準的 所以我們要講就是說 你看喔 原本是這樣子對不對 然後我在上面疊晶片 好 那什麼東西叫COAS 就是 第二層 第三層 就是大麥克 無敵大麥克 超級無敵大麥克 可以疊到三層四層 所以你那個空間 你運用到的晶片的空間 是一樣的 以前是很擺的 以前這邊是 泛過來這邊 對沒有錯 然後你現在是把它疊起來的 小心他的手碰到你的 那個麵包 沒關係 我那個 那真的不好意思 真的不好意思 不會不會 難怪他是說 自從他遇到我 他人生就走鐘了 走鐘了 走鐘了 所以我們要搬一個走鐘獎 上次我就一直跟他握手 握好久 不會不會 然後我發現他上廁所 我不是你啦 我是說陳彥老師啦 對不對 我說 後來我才知道你上完廁所都直接離開 對 離開 有嗎 給你握好 來 好 所以我們剛剛談到嘛 就是說 其實你看整個圖形好像很複雜 但是你就把它想像成是 大麥克 然後雙層大麥克 無敵大麥克那個概念 有SOC 有系統章晶片 章晶片不能 章晶片這樣 一片一片這樣排隊是不是 對 原本是你一片只能放在一個機板上面 但是因為我們剛剛講了嘛 就是現在的那個空間已經非常的吃緊 所以我只能夠 透過這個 我把幾個我要的晶片 先放在這個 所謂系中介板上面 然後再把它封裝在PCB的機板上面 過去是 晶片直接放在PCB上面 去做封裝 那現在就是透過一個系中介板 然後把它連接起來 所以這個就是 COAS的一個技術 那大家會覺得說 聽起來好像很簡單啦 但是 它畢竟不是漢堡 所以做起來其實 並沒有這麼樣的一個容易 所以大家才會講說 為什麼那個 之前是因為產能吃緊 那個量開不出來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這樣子 但是 你看 剛剛其實COCO也問了嘛 就是現在要跟日月光合作 所以我覺得後續那個產能大幅度開出的機會是比較大的 所以你從 這兩年的一個產能來看的話 事實上今年 如果說我們以這個今年的一個角度來看 你會發現 台積電在今年年底的一個產能大概可以擴充到 1.2萬片 到明年可以呈現備增是大概2.5萬片 那其他的供應商 就譬如說 這個剛剛所談到的日月光 或者是其他的風車廠 像現在Intel也有在做先進風裝 那今年底是3000片 到明年的時候會到5000片 也就是說 這是一個月的一個產能 也就是說一個月 全市場大概會有 3萬片的COAS的一個產能出現 這3萬片 看起來不要覺得 好像很少 其實獲利大幅度增加 所以我們來推薦看其他股票 這些都是一些COAS的一個概念 相關收費股 我們快速來看一下 選年檔股票 你比較看好的 那其中呢 第一檔 我覺得應該是 大家可以關注的是這個623的一個旺系 那因為 基本上我們剛剛講 就是說COAS這個 3D的一個製程 所以 整體來講 他的 這個難度上面比較高 所以良率當然相對來講也會比較下降 那你良率下降怎麼辦 當然就是要用探針卡 去測試這一片晶片 到底有沒有做好 所以他對於這個 探針卡的需求來講 反而是呈現了一個增加 所以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旺系這家公司 他在7月份的一個營收 反而是創下 歷史新高的一個走勢 如果說以最近期的一個股價來看 你看他最近其實都維持在 月均線附近去做一個 橫盤的震盪整理 那基本上股價其實 並沒有出現轉弱 所以我們剛剛所談到的 7月份營收創新高 接下來進入到 這個所謂的 這種電子產業的一個旺季 我覺得在8月份 9月份其實都有持續往上成長的一個機會 那除了旺系之外 另外如果說以最近最強的 應該是2449的晶圓電 晶圓電也有跟AI有關係 然後AI在哪邊 為什麼又跟 COAX有關係 基本上大家會講說 其實COAX不是很難開出來嗎 但是 所謂的封測封測 它是封裝跟測試 對所以 基本上封裝你當然必須要有那個技術 但測試你只要通過認證 你就可以做測試 所以晶圓電其實最主要是來自於 測試的一個營收來做貢獻 今年AI對於晶圓電的營收 佔比大概是7% 明年可以超過一成以上 除了這個所謂的 COAX測試的一個訂單之外 另外它也取得 塞林斯的一個訂單 所以你會看到最近期的股價 是表現很強勢 事實上 如果以現在業界所回饋的一個訊息來看 就是 基本上就是日月光 晶圓電的那個單子已經滿出來了 然後要把 甚至有出現一些比較轉單的一個效應 就轉給其他的一個二線的一個風車廠 所以我覺得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對於晶圓電來講 我覺得股價當然還有在供給的條件 好有些 其實風車廠商也有些受惠 地方 因為產能滿出來了 謝老師告訴我們這些 這些節目裡面的表股 明治老師今天也蠻有哏的 很棒 很棒 第一次就可以這麼棒 好不好 所以我們分析師 大家都很專業 要訂閱我們頻道 開啟小鈴鐺 好不好 每周一到周五晚間 八點上線 一三五支解盤影片 二十支教學影片 投資表今天喔 不要擔心AI股 老師都解釋得很清楚了 沒錯喔 好不好我們最後來韓式口號 謝光寧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連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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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大局大力多 好不好 這個很重要啊 財神業我都親自降臨了 是不是 玉凱老師 唱歌 然後歌神 賣這套 交易之前要考慮自己 財神 瘋狂股市福利社 你先告訴你 瘋狂股市福利社 瘋狂股 閃千 開始想打 瘋狂股市福利社 你的嘴巴好厲害喔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 該如何賽事 只有誰能快點告訴我 你會好 不要讓機會錯過 怎麼大呼 感覺好像盯著我 最高沙地的經驗真的痛 黑洋季律常不去是貿易中 你會好害羞 有在運輸的 你會好聽不懂 哇 這沒錯吧 右邊是 你會好 賣這套啊 交易之前要考慮自己 瘋狂股市福利社 你先告訴你 這打動 對不對 最最高 殺最低 誰又改掉這壞毛病 瘋狂股市福利社 瘋狂股市福利社 抱負任 在運輸的 버身邊 還有 啞 在運輸的 黃 又 赴 我們 好 我們 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